最近在科技界的大新闻 要来关心的是 特斯拉最新的决议 股东会在马斯克 560亿的薪酬案 是正式通过了 这560亿美元天价的薪酬 是创下了美国史上 巨额执行长的薪酬 当然在这里面 大家也很高兴 因为其实马斯克 有了一些新消息的发布 对于股东 他希望处理一个安抚 而且告诉大家 未来的愿景 所以包含了 未来特斯拉有车辆自动驾驶 其实未来可以创造 公司价值超过10倍的产值之外 也认为特斯拉 未来进军轿车网路 应该有普及化的可能 而且Cybertruck目前轿车辆 持续的在增加当中 每一个礼拜 可以创下1300台的记录 而2025年 要做的是Optimus机器人 明年在自己的工厂测试之后 在未来就有破千或数千个 Optimus的工作机会 而且市值渴望冲到25兆美元 而这回股东批准了他的薪酬 也让他个人的持股 从3%增加到了20% 当然对于7成3高支持度的这个决议 其实也让特斯拉的股价在第一天 上涨了超过3% 24号持续的往上走样 让过去因为财报表现不佳 下跌的股价一堵怨气 但是当然通过了薪酬案 也有不支持的人 所以这回在媒体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出来 似乎有人在走漏消息 认为马斯克利用全市 跟女员工来发生关系 Hello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